大家好,我是老五,今天老五呢,想跟粉丝们聊一下,也就是说老五这个视频这个问题 老五这个视频呢,一直以来呀,都比较简单,肯定这个问题呢,跟老五这个个人性格呢,有关系 但是老五刚肯定一点呢,老五这个人呢,不是玩视频的人 大家听一下老五这个背景音乐就知道,老五不是玩视频的人 所以说我们的视频就相当的简单一点 再加上这段时间呢,就老五一个人很不方便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视频拍来拍去呢,大概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那么老五今天想跟粉丝们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呢,老五请粉丝们呢,就说将就一点 先将就说看,过一段时间就说这个会会身体好一点 我们的视频呢,老五会改善一下 那么今天老五要给粉丝们拍什么视频呢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犬式呢,老五也是刚刚忙完 今天老五为了我们家这些猫孩开心呢 今天老五就抽出一点时间来,带猫孩到户外去玩一下 老五呢也放松一下 同时老五希望粉丝们能够喜欢 现在等着啊,现在时间还早 等下我出去遛玩狗狗 回来再喂你们 现在不到吃饭点 等下我回来啊 我带三只猫孩出去玩 今天老五带我们家憨憨 带我们家荣耳 还有我们家包包,就是豆包 好了,等了吧团转啊 等下我回来,再给你们吃东西 这一只是我们家荣耳 前面正在跑的一只是我们家憨憨 憨憨 这只白色是我们家豆包包 憨憨不要下去啊 走,荣耳走 这泰迪老实一点 那个憨憨刚才 抱抱好好玩啊 不要跟这个憨憨学习 不要下去啊 荣耳你跑来玩吧,荣耳 这只泰迪特别乖,没事的 哈哈你不要下雨了 哈哈,等下掉进去的可 可麻烦了 哎 但他也很聪明 这在干嘛呢,包包 啊 上厕所的吗 嘿 走走走走 走 他比较活泼一点 哎,其实他这样的猫孩好哈 出来就跑着玩了 去吧,荣耳你也跟上去吧 好了,老虎在他看完 他们只有一点玩吧 其实这三只猫孩哪 都没有事 他们不会乱跑 他只不过刚出了哈 你看再一次哦 哎 别去不该去的地方哦 你看跑得飞快哦 他跑,荣耳也跑,还看不见了 荣耳 包包你咋不跑啊,包包 荣耳跑也看不见了 荣耳 快回来了快 他等下找不到就麻烦了快 哈哈你回来哈哈了 干嘛呢包包 这花走 开心嘛 哎,包包开心的 所以我们找他哈哈荣耳的 跑去跑去跑 你咋不玩呢 啊 你看他两个 我给你看一下 哈哈不要跑太远了 等一下我看不见我怎么找你啊 荣耳 一 一 玩是玩,但他不能跑太黑啊 太黑一下他看不见咯 那就不是玩咯 你干嘛呢包包 听见了没 他刚才跑那个菜地里面去了 找跟着我也可以哈 不要跑太黑 他黑的话 哎,我们讲的那样讲 还是有点担心的 他找我打屁鼻咯 你看哈哈都跑了 快点 打你的屁鼻 你看这个白菜哈 都长这么大了 上一头老我记得老我拍过 但这个白菜他们没有管理好 没有拿那个绳子把它捆起来 所以说就乱七八糟的 哎呦 小哈哈你给我乖一点啊 小哈哈 跑包包 他去找那个谁咯 他腿短哈 他跑起来你看 走吧我们慢慢玩 慢慢走着 往前面走一点走 你看这个油菜哈 都长这么大了 很快 到了明年三月份 这里还是很漂亮 到处都是花 特别是这个果树 这个梨树 看着花特别漂亮 哈你不听话我打屁鼻哦 刚才又干嘛去了 又跑下去了是不是 那下面有什么东西啊 打屁鼻咯 到爸爸这块 这要跑不快啊 他想跑快的跑不快 没办法 爸爸你腿短了 走 哦这次还可以 这次太迪老五不勉强他 其实大家看他的毛色呢 应该看得出来哈 这次老五在外面 就得一只流浪狗 他年龄大了 所以说他那个颜色哈 你看现在变得很浅 不勉强他 他自己玩 走我们去过去看一下 那个菜哈 长什么样的 走走走走走看看 这个菜长得很肥 但是 哦 这个是萝卜 现在老五看出来了 你看那萝卜 本身们可能看不见哈 看不清楚 长很大了 这个就不是萝卜了 这个不是什么菜 叶子是一样的 但是 下面那个东西不一样 你看这个菜很肥哈 这一家种了根本吃不完 哈 不要下去了哈 现在还是热嘛 开玩笑 不过也是哈 这些短嘴狗狗 它就有一点怕热 几月份了 现在 哈哈听的啥 你看这个萝卜肉 给粉身们看一下 长很大 很大很多 这地方也是油菜 不要吃人家萝卜 它应该不会吃的 小哈哈就是活活 怎么又回来了哈 哈 这蓉儿刚出来玩的还可以 跑的飞快 它肯定是开心 还玩玩了就不爱玩了 可能累了吗 怎么回事 好